北市长三角都同一天两份民调出炉 结果大不同 根据QuickSeek的民调 以黄山支持度最高拿下33.7% 位居第二的蒋万安仅相差0.5个百分点 而成兄以27.3%当老三 其中一定会去投票者最多人投给蒋万安 而最不希望谁当选 则是成兄拿下5成4的支持度稳坐第一 就是将民调当作参考 在民调还是供参考 那笑容可能要多一点吧 不谈这些口水 我希望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候选人自己的表现 可是黄山山的民众中只有7成一定会去投票 比起竞争对手支持者的投票意愿来得低 至于中广与盖洛普合作的最新民调 蒋万以支持度29.67%夺下冠军 而上回垫底的陈时中为服增加到22.13% 落后蒋万7.54个百分点 黄山山支持度则落居第三剩不到两成 赵少康铁口直断最后蓝绿对决情况下气城保黄是不会出现 民进党先让基本盘自动归队只有抗中保台DNA 他抗中保台我也是抗中保台啊 抵抗陈时中保卫台北市啊 如果说真的在做选情研究 就表示说他已经真的大概就是第三名了 所以开始回去拱固基本盘 台湾哪一个人不保台 第二个到底是保台湾人 还是要保他们的政治舞台 随着各自基本盘归队 想避免票员被瓜分 三人的一路纠缠 谁也不想当老三 在选战最后一个月 短兵交战是关键 记者余江豪宁轩台北报道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主播出轮物CPI444 谢谢